大家好,我們是JDC籃球訓練 我是教練Brian 那這部影片要來教大家如何 有漂亮的投彈動作 以及增加你的射程 讓你的投彈能力變得更加優異 那一般外面的教練 可能他們喜歡強調 手部的動作我們應該怎麼擺 但是我們投彈的時候 我們大多數的力量使用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下肢 也就是我們腳 跟我們臀的力量 所以我習慣在教別人投彈的時候 我不會先去趕你手怎麼如何擺 以及你怎麼出手 我會喜歡先告訴你 你的腳應該要怎麼站 你應該是站斜的、站平的 你的角度應該怎麼站 那我們在投彈的時候 發力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很大的重點是來自於我們腳 我們起立的時候這個動作 我們蹲的時候起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去蹲 你怎麼上來 所以才是我最注重的一個地方 今天不管你是什麼投彈姿勢 其實不管你要什麼投彈動作 你只要一直每天 你練的去訓練 每天練200球、500球 你都有能力投得很準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去改變我們的投彈動作 或是讓我們投彈姿勢 變得更加流暢呢 那是因為你的投彈動作 可能會限制你的籃球技術的發展 例如說我們可能看到一些球員 他們投彈 他的腳是站得很平的 他可能很正 正對籃框 這個投彈姿勢 一樣可以投得很準 但是他可能他在運球的過程中 他可能沒辦法做一個 橫移的投彈 所以一般我在教球的時候 我在教別人投彈的時候 我不會建議學員 你的腳是站平直的 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是右扁子的話 你應該會 你的右腳會稍微在前 你的雙腳 你的腳先會是斜的 你只要站得你舒服就好 你的腳的肩距 你不應該站太開 你也不會站太緊 你站舒服的 你肩同關就好了 然後你在蹲的時候 注意看 我們有些人蹲會有一些錯誤的 不好的 你要做錯誤的 你比較不好 你有效率的蹲法 以及發力方式是 你的臀部上下 往下做 你是只有直上直下而已 你會發現你的膝蓋 只有往前 你在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腿前 可能會很痠 這都是你的腿前 你在上來的時候 你都是用你腿前的力量 那我們盡量要使用到 我們整個臀部 整個腿大腿的力量 所以你在蹲的時候 把它把地圖往後移一點 慢慢往下 你的膝蓋 你會彎太多 如果你膝蓋彎越多的話 你的航程會越長 你的航程越長的話 你的頭彎的速度會越慢 如果你的航程越短的話 你的頭彎速度會越快 那在現今來說呢 我們希望講求快很準 就是我們現在投完最主要的目標 所以當你在蹲的時候 好嗎 先要把你的臀部往後移 如果你的膝蓋可以彎很少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頭彎是最好的 但是每個人不一樣 你只要舒服起的重點喔 你只要掌握到你的屁股 往後移 這樣子起來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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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可以了 不要向下 這樣子 你這樣子蹲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最後八地的時候 都是 你的腿先 在八地 我們要完整應用到我們下次的力量 另外一個我很強調的是 你起球的軌跡 什麼是起球的軌跡呢 你要注意看我的球 有些人你要求我們最好的行動 像是球 在這邊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極限極限極限 然後這樣就是把球給出去 那多數的人 多數的人 都會有比較容易出現不好的習慣性 它可能前面取球之後 它球到這邊 它會有一個拉回的動作 再把球投進去 這個拉回的動作呢 就會讓你沒辦法 百分之百的 完整的運用到你下次的力量 因為你在起來的過程中 你手過的力量 把這個力量往回拉 往回拉 讓你上來的力量 從下面上來的力量 就會往後帶 之後你再把手擺出去 像中板這樣擺出去 你的球才會彈出去 但是你多一個拉回的動作 然後它會把這個力量分散掉 這個動作會把力量往後帶 因為我們最好的情況下 是你起球的時候 要看你的球的軌跡 我們是要直線直線直線 直線進去 就是最好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沒辦法完全 做到完美的這個直線 再加一個比度進去 所以你就是盡量能到多直就無直 另外一個重點是 上半身與下半身的連動 總是上半身與下半身的連動 有些人投籃的時候 他手舉起來 但他等到這邊的時候 讓膝蓋打直的時候 他的球還停留在我們手中 這代表你的力量已經完整的運用在上來的時候 就是你的球還停留在你的手上 這個力量應該是 我們要在上來的時候 在手飄出去 所以當你的膝蓋在上來打直的時候 你的球應該要離開你的手 但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 你會能夠明顯感受到你的頭籃 會變得輕鬆 你會覺得你的手沒有在中一個步 如果你會覺得你在投籃的時候 你的手是有在用力推的動作的話 你會感覺你的手在用力推這個球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出手 有通常的可能性是 你膝蓋打直的時候 你的球還停留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們要想到練習的一個點是 你在起來的時候 然後當你的膝蓋打直的同時 你的球也要出去 膝蓋打直時 球也要出去 這代表你的上半身 你的下半身的連動是好的 並且你在投籃的時候 你是有完整的運用到你下半身的力量 這樣子你才可以增加你的射程 你在投籃的時候 才會增加穩定 以及輕鬆 OK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 當你投籃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教練跟你說L 你的手肘要L 這邊要L 對著藍光 所以當你起球的時候 可是你起球的時候 我們手肘可以去開的 但是不要這樣子 你比較機勢 去跟Win 手肘也不用刻意夾 這樣收 你可以從這邊起來 我們是右撇子 你盡量可能會擺中間 但是你不會從左邊 這只有Longerball這樣子而已 我們大部分都是比較會靠右邊 這是最好的 例如說我團接球 接到球我在右邊 你可以直上直下 可是我在中間接球 沒關係我還是可以拉 拉往旁邊 雖然是你在起來的時候 你要出手的時候 我一開始手肘 我不是隨直的 我沒有隨直對藍光 但是我起來到這邊的時候 有這邊 我的虎肘 我的手肘 他是對著藍光的 這是最好的情況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話 你會稍微站有點側邊的 我們盡量不要完全站正的 這樣子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不適 尤其肩膀可能會覺得有點行 別方右撇子的話 你就麻煩向側一點 但是你也不用這樣全側 你速抓一個舒服的站姿就好 起來的時候 手肘對著藍光 你的鬍口一樣 也是對著藍光的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話 一樣你的左腳往前 一樣站左撇一點 一樣 也是手肘對著藍光 骨頭一樣也是對著藍光的